你知道什么是真相吗 你更加没有权力 去插手别人的婚姻 你的这种情绪 我很理解 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 可是咱们不妨 换个角度想想 你既然不想被人指指点点 不如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反省一下自己 在这件事情里 有没有错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指责我 不要用你尾上的道德 来绑架别人 你不配 一个有道德 有底线 有良知的人 是不会利用别人的隐私 来赚钱的 说 李沫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让你这样来黑我 你真破妇 你太自以为是了 许致 李沫说得真没错 实际上除了她 没有第二个人人 忍受得了你 你有什么了不起 能赚钱怎么了 赚钱不是妻子的天职 妻子的第一天职 是给予自己丈夫 温柔和体贴 你的丈夫很爱你 她在等着你回心转意 请你珍惜她 我真应该谢谢你 我真应该谢谢你 不用谢 我的意思是说 我谢谢你 让我看见了李沫这个人 到底有多恶心 多人渣 你跟她一样人渣 这女人的掌控欲好强啊 把一个大男人活生生 关在家里 自己却在国外风风光光的 真的要找到一个合适的 能让你幸福的男人 因此要跟我离婚的话 我愿意选择放弃 我也有一个特别疼我 爱我的老婆 我也很享受 对她宠爱的感觉 至今 我们依然生活得很幸福 我道歉也道了 跪也跪了 你还想怎么办 你真破妇 你太自以为是了 李沫说得没错 这个世界上除了她 没有第二个人 人生得了你 你有什么了不起 能赚钱怎么了 我告诉你 赚钱不是妻子的天职 妻子的第一天职 是给予自己丈夫温柔和挺贴 女人跟男人一样 也是 也是一个独立的人 女人有拒绝大男子 杀王主义的权利 女人有拒绝 当男人附件的权利 女人有拒绝 男子在他手上耀武扬威的权利 女人还有主动提出 离婚的权利 女人有拒绝 喂 老婆 你 你先别说 你让我猜猜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明天去办离婚手续 房子归女撤股我 家里的财商是否一般 明天早上九点 文正出现 喂 依旧 破继棋谈 首室长虎 达哥讲两句啊 对 达哥说两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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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正是因为 有了大家的牺牲 才有了我们节目 今天的成功 所以 这杯酒 我要敬大家一杯 祝我们的节目 再创加进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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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怎么还没睡啊 还没回来呢 我打电话也不接 你说怎么回事啊 还没回来 我打电话也不客气 我打电话也不温暖 我打电话也不客气 我什麽我承约 我纽纸 还没震心 你觉得我老的 我还没震心 你不再滴 我闺见 我闺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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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下的 我闺在你 我闺在你 你 你 你一个人来的 好兴致啊 不 格兰菲迪十二年单一 纯卖威士忌 我真的没想到 你能喝这么烈的酒 少在我面前卖弄你询问 对 我忘了你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据我所知 你们品酒是品酒 都是尝一口 就吐出来了 你今天这么个喝法 怕是 会对你的味觉造成伤害 刚在世人面前 败坏我的形象 现在又跑过来 担心我事业的前途 我 真好笑 我知道 你对我有情趣 但是酒解决不了问题 按照你这个喝法 肯定会把身体喝伤了的 跟你有关系吗 巧了 当然跟你有关系 当然跟你有关系 你跟李沫离婚了 正好 陪我喝一杯 帮我庆祝一下 不是 你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废话 怕了是吧 我有什么可怕的 那喝啊 喝就喝 服务员 服务员 拿个杯子 你慢点 慢点 我 我陪你 你少到点 你好 谢谢啊 这是你们的杯子 喝 别 对 我不愿意 是吗 여자 你隐蔽的眼睛 我们的第一次 我们的第一次 我们的新人 爸 我今天在想啊 我觉得我姐有时候挺可怜的 你看她这么拼命努力工作 为了这个家 为李沫尔真心实意付出这么多 到头来换来这个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李沫尔是这种人呢 失误 我的失误 我要严格把关 吸取这次教训 我就最恨那个雷达 要不是他混淆视听 电脑黑白把我姐害成这样 我姐能这么惨吗 我跟你说雷达要现在在我眼前 我能撕罢了他 你信吗 新一新的船 献给美丽观众大王的 许致小姐 许致 恭喜你 接着到我们的单身俱乐部中来 来 喝酒 你 你慢点喝 行不行 你不能随随便便说人不行 就是不行 你知道这是对人多大的否定吗 尤其是对男人 牛 男人不能说不行 女人不能说随便 男人就能随便 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 找别的女人 随随便便 在别人面前哭哭啼啼地自话自说 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就把货给你了 随随便便便就把货给你了 哪个男人结婚也不是奔着离婚去的 看着我 我不美吗 我没有魅力吗 我许致啊 从小开始学习到现在开始工作 我哪一点输鬼过别人 输 我哪知道啊 我从来就没有输给过别人 那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抛弃 这种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人都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么晚了你倒还不睡啊 对啊 你也知道这么晚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 这些天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这些天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我所里上了一个新课题 他们需要我帮着论证一下 一直跟他们忙 行 别累着了啊 早点休息 工作不需要这样神神秘密的 随着儿 别累着了 您好 没有证件 不许进 问你一下 李沫那婚礼是不是在这儿举行啊 对 谢谢啊 什么情况 明天的婚礼就在这儿去行 看见了吧 都请了博安公司了 新娘子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来宾必须拿着新郎新娘 亲手书写的请柬才能入内 你有请柬 我怎么问 你好 我们是卓大市委会的 配合全市安全消防检查 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医疑 好 到里面进去吧 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呢 他是谁啊 我二女儿那个不省心的小男友 卓大社区居委会的小干事 叫王闯 哥 本来说那事真不行 这要是被我们领导发现了 我可就麻烦大了 你还想不想和许薇结婚了 想啊 和他爸一百个不待见我 我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这次是你表忠心的机会 到时候许薇再解扬眉吐气了 你老丈人一高兴 能不答应你和许薇的婚事吗 说得好像挺有道理啊 你老丈人说 只要这事你给他办成了 回头就张罗你和许薇的婚事 你 你说什么 好话不说二遍 你自己考虑 只要我答应帮忙 他就同意我和薇薇的婚事 不嫌弃我的工作了 这是你老丈人让我来找你的 您说呢 你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你老丈人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您要是把握不住 可别怪哥哥我没帮你 快请进吧 好 欢迎 太久不见了 谢谢 太久不见了 谢谢 您好漂亮 小华 欢迎师 谢谢 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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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闺蜜 恭喜 好久不见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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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幸福快乐是吧 幸福快乐是吧 到里面 到里面 一会儿找你们喝酒吧 来 这里 真的太久不见了 快上座 欢迎 欢迎 来 欢迎 这是个威蜜 开笑的 达哥 这马上就开始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你今天是太过面了 不光是自己来 还给我们带来 这么优秀的团队 拍摄这个婚礼视频 太开心了 都是自己兄弟 不必客气 这就当是随份子钱了 恭喜二位 好 谢谢达哥 来 达哥 里面去 好 这么接 让开 让开 这是我大哥 来 让开 达哥 一会儿煮住啊 一点颜色都没了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干活去吧 好嘞 达哥 有问题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好嘞 待会儿你就请好吧 绝对帮上个希望 好 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婚礼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开始 闪烁的霓虹 映衬都市的白天 春运繁华 我们相遇在浪漫天涯 现场的各位来宾 各位亲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清光灿烂 今天轮奉齐鸣 幸福满亭 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 共同见证李莫先生 和吴琼花女士的婚礼盛典 你们是 我们是卓达局委会的 配合全市安全消防大检查 你们今天这么多人 参加婚礼 我们要继续看看 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那请进吧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一对新人 幸福登场 早就有さ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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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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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二位 也感谢两位非常开心的小朋友 谢谢你们 好 好 好 这是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开一个VCR 来见证一下他们二人 从相识相爱的过程 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时光 注意了 请看大屏幕 您别着急 别着急 别紧别紧 别紧别紧 好 别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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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 来 她是要求 不行 不行 如果我看见她 我一定帮她打写八块 你们是谁 谁要让走啊 谁要让走啊 李沫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 这都是我 别放了 关掉 关掉 怎么搞的 谁要让她关掉 快快 让她关掉 快 关掉 她是她的 我跟你说 这全是误会 这 爸 我 管谁叫爸呢 管谁叫爸呢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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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她 两个星期前 还是我的女婿 还是她 三年前 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她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我 要对我的女儿好 要一生一世地爱我的女儿 现在 大家全看到了 我的专业是研究鸟类的 鸟类在繁殖季节 就开始求婚了 华丽奇鸟 会发出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叫声 来吸引死鸟的爱务 小白鹿 会长出纯洁婚纱般的适应 告诉死鸟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凤头折孔不惜采用搅斗的方式 来向自己所爱的鸟展示自己的强大 园丁鸟不惜盗窃 搜集蓝色的剑材 把自己的窝大门的漂亮亮亮 告诉自己的雌鸟 会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而吸鸟呢 会采用给雌鸟喂食的方式 告诉此鸟 今生今世 都会如此周到地照顾它 面对婚姻 鸟类尚且如此 而我们人呢 丁莉莫 你太过分 你不仅欺骗了我们的拉下 别拉下去啊 还欺骗了姓齐那姑娘 现在又欺骗这位一位 这样子 这全是误会 不用解释 解释什么 来来来来来 这 我要跟你解除 这都是医官亲手的女 披着人皮的狼 他都是个骗人的骗子 你别说 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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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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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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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送到这儿了 既然吴女士 不想再追究你们 扰乱婚礼现场的事 这事就这样了 还有你 背后动作伤人 最该拘留你 这成不了一家人 就是仇人吗 对不对 好在人家许女士 愿意跟你和解 回头啊 好好跟别人道个歉 还有这个医药费啊 该多少的 都得赔给人家雷先生啊 是是是 警察同志 我一定端正态度 认真道歉 行 就这儿 大哥 大哥 对不起啊 那个医药费 我一定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 我想多活几年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小致 我 走吧 小致 走吧 李沫 走 小致 不是 干啥 酒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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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别闹了 别闹 很好吧 不好意思 是吗 走 Match 你以为是在罚我吗 你这是在建我的手吧 我以为是 爸 还 improvis 我以为是在罚我嘛 你说 怎么以前就没发现 李沫的真面目 叔 这也不能全怪你 这种人渣 隐藏得都比较深 怎么不怪我呀 许致住院这几天 我是最痛苦 最煎熬的几天 我觉得我自己 被逼到了一条岔路口 两条路摆在我眼前 一条 是通向事业的路 一条 是通向家庭的路 我就在这个路口 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呢 许致评上一级品酒 式的庆功宴 我错过去了 许为发高烧住院 我却在许南的大山里边考察 回你昏迷不醒 叫爸爸的时候 我 我呀 亏欠你玩的太多了 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你欠什么亏欠的女儿 都还给她 没错 叔 再给许致远找个好的 我要 就 自己 有 小几天 砸了 小几天 你都在想送个疼 言 有 你做什么 puff 不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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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不好意思 陈老师 这么晚了 我来打扰你 谁让我以前是你的心理医生呢 徐志 其实这件事情你应该早告诉我 你猜我会对你说什么 恭喜你 因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总算结束了 虽然这件事情在你的心里远远没有结束 没关系 交给时间 你要不信过段时间我们坐在这 再谈及这个事情 你那会儿的心境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实话告诉你吧 陈老师 这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结束得也太快 我感觉好像是做了一个梦 这几天每天晚上都会突然地惊醒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 这一切发生的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我的生活 我的婚姻 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 有没有可能 你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你跟这个男人相识这么多年 你认真的去观察过他 去了解过他吗 你只是嫁给了一个陌生的人 嫁给一种习惯呢 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来找我每次谈到的都是 工作压力多么多么大 从来没谈过你的家庭 所以我可以这么想吗 在你的潜意识里 你的家庭是不存在的 你也不爱这个男人 你没有爱 你会不会觉得我说这些 有些危言耸听 但是许致我还是要跟你说 你现在这种失败感 并不是因为你失败给了家庭 其实你觉着你失败给了自己 你败给了自己 你甚至怀疑自己 你根本就不会爱 英国的托马斯莫尔 在他的代表作《乌托邦》这本书里 他企图给人们的生活营造一种 最美好的方式 于是他在书中 给人们应该怎样生活 做了详致的规定 比如说 新郎新娘 在结婚的当天应该做些什么 他认为应该脱光衣服 让彼此检查一下对方身上 有没有什么被发现的毛病 他的这种初衷会不好 但是规定那么细致 就像个笑话 因为这世界上的婚姻是 千千万种的 你规避所有的问题 你就会幸福吗 罗素就说 乌托邦就是一个花架子 看上去美轮美环 其实一点都不适用 他认为虚知参丝多态 乃是幸福的本源 生活它就不是由完美组成的 正因为有不美好 才能衬托出美好啊 所以说 你不是世界上那个最不幸的女人 我还没结婚啊 我还没结婚啊 我上次看走眼了一个李沫 这回我一定要严格把关 绝对不能走眼 没错 我妹妹的婚事 必须严格把关 不过 我觉得王储儿还不错 不告诉不 真是高兴 不提她 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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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啊 其实这婚姻大事 那都是缘分 急 也急不得 你刚才叫我什么 老许啊 没大没小 老许是你叫的吗 叫 江湖部分老少 我觉得啊 咱姨俩的关系 走到今天 叫叔就生开了 叫老许多亲切啊 老许就老许吧 爱是叫什么就 就叫什么 我跟你交这个忘年交的朋友 好嘞 通过咱们这次合作呀 我觉得你小的鬼主意挺多 我以后 我闺女们的事 要帮我多出主意啊 那是必须的 老许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咱俩是最佳拍档 为最佳拍档干杯 来 说说你的事吧 你比许致大一两岁了 成家了没有 没有 搞对象了吗 没有 眼光高啊 没合适的 老许心听咱不说这个 干吗不说这个 我的事都跟你说了 你的事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快说 我以前 有一个女朋友 交往了七年 马上就要结婚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连婚宴都定了 后来呢 他出车祸 死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的 这多段的事啊 到今年 两年 零一百七十二天 原来是觉得你 贫嘴瓜舌的 还挺重感情 过去事不提了 喝酒 不提了 我陪你喝 喝酒 不酱 好 就心相当怀了 我试着 你 乖 您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还这么大酒味 您姐呢 她说出去走走 她就是不想跟我待在家里 您别胡思乱想了 这离婚这事吧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过去的 来来来 起来喝杯水 我姐啊 她自己习惯了 所以你就让她自己消化吧 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 爸 王闯想来咱们家 老许 老许 你家姑爷登门说婚事 我一个外人在场不好吧 你小子昨天还拍胸脱说帮我忙呢 这么快就变卦了 就来帮我参谋参谋 看那小子行不行 老许 我 就是让你过来验员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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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定了 你来干吗呀 你来干吗呀 我 我 是我 我请她来的 你请她来的 上次威威男朋友来 咱们就没招待好 你说我那菜做得太差了 你这日子身体又不好 雷达厨艺好啊 我请她过来帮一下厨艺 麻烦你了啊 不麻烦 不麻烦 来来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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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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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来 进去啊 进去 不用换鞋了 你过来吧 爸 汪闯来了 雷达哥也在 我们家多重视你啊 亲自请了雷达腕下厨招待你 不 都放着好啊 坐 坐 叔叔 我和许月结婚的事 先去厨房切磕葱 切葱不会啊 会会会 我现在就去 我 我跟你一起 干吗呀这是 一来呀 让人家切葱 你爸怎么做 自有你爸的道理 关你什么事啊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呀 您不是觉得这小子太人性了 怎么做 就摸摸他的性子 看过他骨子里到底是个什么事 叔叔 我签好了 拜拜 签好了 我签好了 拖了 十五分的 叔叔 您别急 王朝不会切葱 我来切 那个什么 那个 要不然你没事 帮忙拖个地吧 这可是你表现的事 要不然你别管 爸爸 你干吗呀 你别管 瞧一下 这叫切葱 来 哪有你这么拖地啊 拖一路踩一路 刚拖的就被踩脏了 来 王上 你歇会儿 我来吧 来看 谢谢啊 辛苦了 弟弟 坐 你看 弟啊 你这么拖 看着没有 这就踩不着了 看来你还真是不够干活 你看 对了 醋没了 小嫂 你没事去买盛醋 等醋买回来 我就开始做饭 行 我陪他去 你就不用去了 一会儿你帮你雷大哥 在厨房打打下手 买米醋 快去看 回 你放开 你是愤疼 好 服务员 你好 你好 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您这儿有 你做吗 有啊 我帮您找一下吧 咱这米醋卖完了 咱库房还有 不过库房有点远 你要多等一会儿 没事 多久都等 我就要米醋 行 两瓶 谢谢啊 两瓶 面料 请你 幸福的花儿 咱咱咱咱咱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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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累坏了吧 是 是 是 叔叔 我错买回来 买回来了 女婚 不好意思啊 王淳 你是刚出门 我这在橱柜里发现了一顿醋 赖我赖我赖我赖 不好意思 让你跑了这么一大趟 都是自己人 没等你 吃饭吧 好好好 来 给我吃一碗 坐哪儿 我来 这不 这不对呀 这这这 这许伯富家啊 一直吃的是三点五的醋 你买的是九度的醋 酸性太高 太伤胃 对身体不好 女大姐刚出院 吃九度的醋太冲了 这个你不懂吗 再跑一趟换一遍吗 行 叔叔 我再跑一趟没问题 不过我出去之前 我希望 您对我和薇薇的婚事表个态 你和薇薇的婚事吗 我觉得还应该再认真考虑一下 毕竟你和薇薇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 还应该再互相了解一下 不是您说的吗 我帮您收拾完李沫 你就同意我和薇薇的婚事 怎么说话还能反悔了呢 怎么回事 爸 他说的是真的吗 爸 这是真的假的呀 你拿我的婚姻大事做交易啊 汪冲 你不要乱讲啊 我是不是说我这样的话 他说的 他说他替您说的呀 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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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的事 行 明白了 何时今天你们俩是预谋好的 折磨我是吧 用完我的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是吧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为女儿的婚姻大事考虑 这有错吗 让你们晚点结婚 这是为你们好 你这孩子怎么好赖不分呢 要是这么不懂事 这种女婿我敢要吗 那倒吧 作为一大学教授 说话出尔反尔 这么不讲原则的岳父 我也不要了 还有 你女儿我要不起 我不要了 我也不要了 你看 你看 这 这叫什么 看什么看啊 看你们俩 王冲 王冲 薇薇 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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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薇 薇薇 怎么了 不知道 就特别想吐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没事 没事 我这几天胃总不舒服 吃点味药就好了 你说姐这王冲怎么办呀 咱爸怎么这么不待见王冲 怎么办呢 现在 都怪那个雷达 全是他出人搜索你 来得正好 来得正好 你怎么对我们家事那么感兴趣啊 是你爸叫我今天 你是不是想害完我之后 又害我妹妹啊 雷达我警告你啊 你从现在开始 离我爸远一点 走 远点 你听我 对不起 好 烫着了我了 烫着了 喂 老许 我雷达 家里情况怎么样 干吗 又要开会啊 好 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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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一件特别着急的事情 怎么了 嘉宾出问题了 怎么可能 我刘晓雯做艺人统筑这么多年 各种大众小咖 还有我搞不定的吗 又要为没男朋友 跟我倾诉 空虚寂寞了啊 你就不能怕我点好啊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脆弱 那你还能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你看我在咱们工作室吧 接待个客户 联系个艺人 都得发个图片 收个资料什么 你看我这每天 抱着个笔记本电脑到处跑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要是有一个智能手机的话 就好多了 可是我这个手机用了三年多 也不太好用了 我想换一个 你想换个新手机 让雷达工作室报销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你绕了半天 是想让我给你涨工资啊 不是 小玩 不是刚给你加过工资吗 达哥是这样的 有一家企业呢 想办一个晚会 他们是家科技十家企业哦 想找一个高大上的工作室 来承接晚会的录制跟演出 而且他们给的费用特别高 我一想这高大上说的不就是咱吗 肥水不溜外人田 我就以咱们工作室的名义 给接下来了 停 刘小玩 刘小玩 你真的翅膀长硬了 什么事都敢自己做主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我们是专业的节目制作公司 是有品牌的 不是业余的皮包的 不能接这种野活 再说了 我雷达 好歹也是业内名人 接这种活传出去 那不是让同行笑话吗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 该不给我退了去 我丢几人 大哥 我跟你说 你就是把我下出心脏病来 下次我也没用 这活不能接 这活不能接 达哥 我最近又要还房贷 又要换手机 家里空调还坏了 空调的保修期又到了 你知道找人来修空调 要多少钱吗 八百 八百块啊 我都能吃五十碗牛肉面了 再说了 人家那边也是科技创新实家企业 跟咱合作也算门当互对啊 既不给咱调脸面 也不给他们调价呀 行了 别在这儿跟我磨叽了 这活赶紧推了 赶快去 行 达哥 合同已经跟那边签了 行 达哥 如果现在推掉的话 算咱们违约 违约金是价格的两倍 您先忙 我去跟他们说 等您忙完了 您记得跟会计说一声 把违约金给他们打过去 回来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合同真签了 两倍倍月金 我都招了什么人呢 您要没什么事 我走了 等会儿 看在你又换手机 又换房赖的份上 这份我接了 您不是嫌调价吗 废什么话 好了吗 二号机好了吗 慧文 你们好了吗 来 达哥 你切好吗 各部门调长 马上准备开始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来 主持人出场 这主办方找的主持人 怎么满呀 身材这么好 那是 主办方的负责人是我朋友 偷口 时光荏苒 青春在这里绽放 为了理想 我们摩拳擦掌 我去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我大姨妈一觉很准时的 我让你注意安全 你就会无提哦 没事 没事 别紧张 别紧张 哪那么容易就中招了 没事 别紧张 没事 没事 是我紧张还是你紧张 前两天以为是 胃不舒服 老毛病了 总想一次 这么没想肯定是真的 都怪你 怎么办呀 走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我不去 那不 她不去 你 你说怎么办 你给我买个燕运报去 什么 你大点事 燕运报 我 我去 我这大老爷们 多丢人啊 我不去 你还嫌丢人 这不 都是你惹的祸吗 你还嫌丢人 王总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们晚会的总导演 雷达先生 雷达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王总 是我们唐总委派 作为晚会的总协调人 久闻大名 这次劳烦您大驾 我代表我们唐总 向您表示感谢 感谢 感谢 王总 您别客气 缘分 都是缘分 好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 不用介绍了 我跟徐小姐是老熟人了 都认识啊 雷达是名人嘛 跟谁不认识啊 不过我确实也见证了不少 雷达做的那些 道德败坏的事 这个 王总 您别介意 我跟徐小姐太熟了 经常开这种玩笑 不过您放心 我们公司和我本人 在业绩的口碑 大家有目共睹 有这良好的职业操守 和道德水准 品位和审美 与贵公司创新科技 实家企业的地位 绝对是相匹配的 雷达的审美和品位我不清楚 但是雷达手拿一杯 左餐时的香槟 带着跟我们聊天 雷达 你的风格好似白秀啊 这种 习惯了 我真的干不了 不是 徐小姐 您别着急啊 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了 我不是主持人 这不因为跟你们 唐总是姐妹吗 十万伙计我是来救场的 结果你们现在请一个 这么水准低的导演 来导致她晚会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为了她 而降低我自己的级续 我知道 您就是帮我们唐总的忙 您也大人有大量 他再道德败坏 咱不搭理他不就完了吗 而且咱之前 也是签了合同的 您这一撂挑子不干 我们后面的工作开展 会很麻烦的 怎么 您现在拿合同跟我说事是吧 您要威胁我是吗 不是 不是 小姐 我不是威胁您 就是吧 这合同是经我手给您签的 您要是不干了呀 这不是我的工作失职吗 你说这到时候 万一唐总要是怪罪下来 我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呀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真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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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您要买什么药呀 我买 我 我买 我买什么突然忘了我打了电话问一下啊 好 有什么需要我再找您 好 谢谢啊 我买买看吧 那个早孕失职有没有 有啊 这种 这种 您要哪一个 随便把它拿着测得准就行了 都挺准的 这个 那个姐 我最近一个月了都没来大爷妈了 然后还老是小女婦 是不是怀孕了 小姑娘 你这肯定是怀孕了呀 真的假的 还能骗你吗 我看看这个 这也太气人了 跟她商量调整一下主纯串词 这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把好话都说尽了 她勉强同意 要是这么不配合 只是彩排没法继续了 我去跟他们负责人说 让他们换人 等等 这么沉不住气 白跟我这么长时间了 可是她 哥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换人太麻烦了 完全没必要 那怎么办啊 杀杀她的锐气 给她来个下马胃 徐老师 您的头发弄好了 就这样啊 就这样 这 换老师 我三红太红了吧 换老师 小小小小 我把这服装 货都翻了个底条件 你找不着三十八号的高跟鞋 这一般女孩子 找不了您那么大的脚 小姑娘 你怎么说话的 对不起 徐小姐 那个我年轻 说错话您别在意 您大人有大脚 别跟我这小脚的一般见识呀 这有穿三十七的 您凑凑穿 这 这些这么高啊 这 这还是您上台的礼服 您拿着 这 这也不是我的马呀 这么大我怎么穿啊 不行不行 你拿我的马来 不行 徐小姐 就这一件我找了半天了 您快穿吧 您快点穿 外边喊我呢 导演来了 徐小姐您快点啊 我等着你 徐小姐 这没法穿啊 主持人 就当你一个人了 你在干什么 告诉我 您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徐小姐 您的审美和品味 到底怎么样我不清楚 但是您这张脸 确实非常特别 你 啊 啊 音乐停 音乐停 又怎么了 人家主持人走的都是直线 您可得好 每次都走曲线 而且次次那弯都不一样 我知道您不是专业的 可您也不能这么着吧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我们几十号人没吃饭呢 饿着肚子陪着您 不爱吃午餐肉吗 来 一会儿午餐 你还有心思吃饭呀 我 我觉得吧 咱们想开点 应该庆祝 这孩子 可能就是老天爷 给咱们的恩赐吧 那我 我 我决定咱俩马上结婚 反正 咱们俩这辈子不离不弃 我爸那边怎么办 你怎么跟他说呀 要不 这孩子 也要了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吧 王冲 不想要这孩子了 你就不想负责任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你先做 先做 先做 先 不是 我不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吗 在这儿你爸那么难搞 早知道我 早知道什么 这才哪到哪儿啊 王冲 就遇到这么一点困难 你就退缩了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应该听我爸的 王冲 看错你了 别别别 别别 你请我 你给我点时间 我现在脑子乱 你让我想一想还不行吗 行 你慢慢想 明天呢 我就跟我爸说 让他找个大爷 把我给嫁了 别别别 这饭还没吃完呢 自己吃 别弄 葳葳 我 advocates 你自己建许 如果 先看起来 我先把我拿去 你给我一个小海 海 飞 飞 起来 不知名的未来 最最精彩 大步走爱上爱 还能像一个我 那首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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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过 第一排灯光怎么回事啊 赶紧调整 注意绝光 注意绝光 主持人上台了 主持人上台了 一会儿先给个特写 一会儿 时光韵然 青春在这里绽放 为了梦想 我们摩拳他长大 岁月更迭 瑞丽已经在中国屹立了二十年之久 而我们瑞丽人的梦想依旧灿烂 美好的理想 也将在瑞丽这个充满阳光的大家庭里放飞 在欢乐与微笑构成的舞台 在笑声与歌声会成的海洋 在温馨与永恒组成的上台 注意点 他拉丝都丢出来了 听话说 给他追光 给个追光 给个追光 别强 回家 回家 走 走 未经济以后 好 厂啊 厂 大姑好 给你看个东西啊 这是我们工厂啊 新生产的婴儿电动牙刷 可以刷到每一颗牙齿 你也能用 大姑呀 明天给你又一百只过去啊 知道了 大姑 谢谢大姑 大姑呀 现在要去看一看 我们厂呀 新生产的那个尿不湿的质量 大姑不跟你说了啊 小厂 小厂 二姑好啊 我给你提的那个无辜营养粉 你每天按时喝了没有 那个里面营养可丰富了 有这个黄蹄 黑豆 枸杞 还有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一大堆营养品了 对身体可有好处了 我跟你讲 你每天一定要按时喝 你要身体好了 才能给我们家 生那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知道了 二姑 谢谢二姑 二姑 我 我妈呢 你妈她忙着翻货呢 我跟你这样啊 大嫂 大嫂 快来躺找你呢 快来 快来 儿子 哎呀 妈妈太忙了 咱家最近借了一笔肯尼亚订单 这全家都在工厂里加班呢 儿子 咋的了 儿子 你怎么不讲话了 没事 没事 您忙吧啊 儿子 是单位领导批评你了 还是你朋友欺负你了 没 没有 没事 您快忙吧啊 真没事 不可能 我是你妈 说 出啥事呢 我 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说 说 说急死了 哪儿啊 许葳 她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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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心怀孕了 你太快了 我家帮你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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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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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 来 来 快哪儿来 来 潘儿啊 奶奶 你女朋友怀孕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太棒了 既然这样 我们现在就买火车票 明天我们全家启程 去景海向徐家提亲 别别 奶奶 妈 妈不跟你说了啊 妈 妈 别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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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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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怎么了 你不是要想想吗 这么快就想出来了 还穿拖鞋跑出来的 这么会演戏啊 不是 我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能出什么大事 你说吧 我 我把那个 你怀孕的事 跟我家里人说了 真的假的 是吗 我就 我就心情不好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我嘴怎么就 不是 我们家人主要是 马上就来景海了 他要见你爸提亲 来这儿啊 我爸这个时候 肯定是不会见你家人的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我跟你说王朝 你那个嘴就是没个把门的 你要是放在 放在过去 你就是个叛徒 那你说怎么办呀现在 我能知道怎么办啊 行行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想想 我爸出来看见你就完了 走啊 对 那我走了 好 你乖乖走吧 慢点起啊 这是什么事啊 你用这个感情 还真的挺辛苦的呢 你会给多了一天课 多取得死了 是呀 你应该进去吗 没有 又发了 孙子来了 孙子接爷爷放学来了 爸 许叔好 许叔好 爸 许叔 要不要一起把你爷爷送回去吧 算了 一起吧 咱不顺路 我想散散步 你们快走吧 那好吧 好的好的 谢谢姑爷啊 东事儿 拜拜 许叔叔再见 好 跟爷爷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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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看我的孙子多挺好的 好嘞 怎么这么快就这样 人家呀 要 来 回家了 我就来回家 向她的公子 要叫句快 好 你看 吓我一天 我收到你微信了 这么着急 说什么事啊 出大事了 进屋再说了 好 怀孕 你 你确定是真的吗 王闯知不知道啊 他什么态度啊 我和王闯商量好了 我们一定要要这个孩子 我们俩一定要结婚 姐 你开拖一下你治婚的脑子 你快帮我出出主意啊 这王闯跟爸爸现在搞得那么僵 你这 要不这样 你让王闯啊 让他的家人来咱家提亲 但是千万记住啊 怀孕的事可不能说 先把婚结了 有点时间 但爸爸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只能是先斩后奏了 那你说 爸会同意见王闯的家人吗 我跟爸去说说吧 好 好 爸 爸 不用说了 我都听见了 您 您又听到什么了呀 这什么王闯的小子干的好事呢 爸 不是是我错了 王闯 你敢信我听着 你干什么呀 打他我 你让我们出生病了 别安着我 爸爸 我是真心想跟王闯好 那要是有什么善事 我也不想活了 爸爸 你总问我 王闯那个臭小子 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呀 长这么大 可能再也遇不到 像王闯那样对我好的人了 他年龄比我小 但是他却特别懂我的心 我想说什么呀 他第一时间能知道 我想吃什么了 甭管天多晚 他跑再远他都给我买回来 他身上有一块钱 他能给我花两块 我那鞋子他松了 那你甭管在哪儿啊 家里啊 公园里啊 还是在街上 不由分说 蹲下来就给我寄鞋袋 根本不管别人怎么看的 有时候接我下班 天不好下雨 打伞 那伞就永远在我这边 我这边永远是干干的 他那边 我这边永远是湿得透透的 妈妈 妈妈 妈妈走得早 你又怎么在我身边陪着 你知道那种无时无刻 被人疼 被人爱的滋味吗 我特别坚定 我特别坚定 在王闯这儿 我知道 所以他要有个什么闪失 我也不活了 我特别坚定 你先起来 给我拿张纸 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 但是薇薇跟王闯情投意合 您也不能棒打鸳鸯 一点机会也不给他们 您又不是旧社会的封建大家长 我 王闯那小子吊儿朗脏 心浮气躁的样 我就不相信那小子 他是能照顾薇薇一辈子的人 你看老冯家的女婿 又能干 又懂理 这个王闯要能比着您一半 别总看着人家的好 人家那是人家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主要是觉得王闯年纪太小了 不够成熟 但是人是会变的 话说回来 人也从来没有嫌惧过 薇薇比她年纪大到 其实看得出来 王闯 是真的对薇薇好 这一点 你不能把人家给否了吧 她要是连这点都没有 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现在啊 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行行行 心里流济 今晚把话说完 现在人家王闯家里人 主动嗜好 要上门跟您谈论婚事 不是 您要是不去了 那就是咱们家先施了李叔 到时候人家背后议论 难为的还是您女儿吗不是 再说 也只是说先见一面 也 也没别的 您 您怕什么呀 谁怕了 我怕什么呀 那您就去呗 去 去吧 去 那这样啊 咱把丑话先说前头 既然决定要去了 您就得把那个臭脾气啊 收一收 见到人家的时候 得好好说话 好 闺女的婚姻大事 我能连那都不懂吧 真是 这干吗 这干吗 我想吃炒饭 炒你 行了 你别喝了 你喝那么多饮料 能解决问题啊 洗完洗了 少说一句 松 王闯 你太紧张了 其实我爸这个人吧 他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你说他如果真的不看好你的话 他也不会同意 明天跟你的父母见面嘛 对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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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这件事吧 做错了 我主要怕叔叔 还没消气 你 你们说 明天当着我家人面 他不会把我给撕过了吧 不至于吗 生气 生气那肯定的 但是你压力不要这么大 你想想 你的家人 为了你跟葳葳的事情 大老远的 那么有诚意的 来跟我们家人见面 其实我们是很感动的 我爸也一样 我觉得现在你俩该做的就是 首先把心放在肚子里 明天啊 调整好状态 等双方父母都聊完了 看看什么情况 反正我觉得 应该问题不大的 是吧 我觉得 姐说得挺有道理的 我就等着你们俩好事了啊 谢谢姐 姐 你以后就是我亲姐 弟弟我先干为敬 还干呢 就干完了 还有点 还有点 来了 来了 老雷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没事啊我 你爸没事 我有事 我这一给你打电话 你就给我摁了 所以就给你打公司里去 小妈 我这正开着会呢 行了 行了 你那小破公司一年 能有挣多少钱呀 我跟你说 儿子 妈给你找了一个 比你那公司利润大得多的项目 什么项目 给 这是我朋友亲亲的女儿 这里面装的是 相亲材料吧 我说小妈 你这一个月恨不得 给我介绍八个对象 有没有点正事啊 行了行了 我去工作室了 还开会呢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雷达 你给我站住 你说你 怎么长这么大了 还跟你爸似的 一点都没有远见 咱能不能什么事 别烧着我呀 好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来来来 我跟你说 这女方啊 可是一家公司的CEO 独立创业 家财万贯 翠周老师啊 三十多岁 未婚 人家公司年利润就上千万 人家就想找一个 有涵养 有才华的老公 儿子 你想想 这不是老天爷 给你准备的媳妇吗 妈 我没兴趣 什么没兴趣啊 我跟你说 你要是跟她好了 那你也就不用 这么忙忙到的 忙忙到的 忙扶你那个 芝麻辣点小公司了 你这往家一躺 咱没事 看看电视 没事 打打高尔夫 那钱就挣上手了 儿子 这是什么日子呀 真没出息 叫我儿子 吃软饭 你 你倒有出息 你有出息 你也带我打打高尔夫 你也带我环游这段世界 吃点香子 喝点辣去 你行吗你 就你 还打高尔夫 高尔夫打你还差不多 就算高尔夫打我 我也乐意 像我儿子这样 彩色双全的 那胆都弄了 全世界也找不着一个呀 儿子 妈可给约好了啊 明天下午四点 在那个 港湾国际大酒店 你必须要去啊 明天我没时间 我要录节目 什么没时间 这个你必须要见啊 我跟你说 人家在忙里要死 那日理万机的 我约上人家时间多不容易啊 你如果连这个都看不上 你的事 我以后还不管呢 真的 只要我去见他 以后 你就不再给我介绍对象了 说话算话 最后一次 成 那我就去 儿子 我跟你说雷达 你可你真必须见啊 你可 你可别骗我 你不吃饭了你啊 你不吃饭啊 我去哪里 你想再来 找个人 我这时候 你不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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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吃 你吃饭了 我 quietly吃饭了 好 有点精细了 别耍脾气啊 知道 车上不都说了吗 嫌我唠叨 切切 绵绵不可以提 乖啊 这儿 许致 唐玲 我好朋友 那姐 我先去看呀 行 我马上就过来啊 老师你招呼 你怎么在这儿 跟你说啊 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我是个 相亲的 别那么大事 好事 我从来没有相亲过 今天还有点紧张 幸好碰到你了 待会儿 你过来帮我参谋参谋啊 我 我 我来好吗 没事 而且我跟你说啊 这个人 你还认识 你 我认识 谁啊 一位运输临风 英俊潇洒 而且还特别有才气的男士 想不起来 谁呢 我先卖个关子了 待会儿你见到就知道了 什么事 怎么了这是 我 话都不会说了 咱们三个 他们一屋子全是人 怎么都市众了 爸妈怎么办呀 人再多也是麻群 麻群能有老英俊历来吗 就是 走 过去这群麻群 你看这一家 一看就是有麻烦的 就是 你看姐姐一条能门门门 真是 服务员 把菜单拿过来 来 快点 快点 来来来 快 来 亲家公啊 您那是这个知识分子 文化多 您来点 这边是客气 点菜呢确实 是一种文化 对对对 但是今天你们人多 我们少说铺层多数 还是你们点吧 叔叔您点 叔叔 亲家公 你千万可不要太客气了 不用怕花钱 对 叔叔点 不怕花钱 你别点 就是了 亲家公 我跟你讲啊 想吃什么 点什么 点最贵的都没有问题啊 来 来 您来 您来 大姐 您来 您来 服务员啊 服务员 我跟你讲啊 我点 这里啊 是那个我们家上的火腿 还有这个熏鸭 咸鱼 我告诉你啊 这个火腿呀 一定得用清水煮啊 千万不能蒸 蒸出来的不好吃 你 你记住没有啊 我说你怎么这个样子 你没记住赶紧去记呀 好了 你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了 待会儿让我 我去厨房盯着他们闯去 行行行 接个电话 接个电话 这大败的太不想话了 不好意思 我上个洗手间 你们看着点 看着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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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去 五分钟 五分钟就完事了 然后马上赶回去 就这样 小姐 您好 您好 那三号卡座在哪儿 那位小姐坐的地方就是 谢谢啊 客气 大壮 五分钟赶不过去了 这边事儿有点急 好吧 你帮我盯一下 然后我晚点过去 就这样 挂了 小姐 请问 这是给三号卡座送的吗 是的 先生 我是她朋友 我来送吧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这位小姐 您的啤酒 谢谢 放一下吧 这位小姐 我想提醒您一下 不客气 你最喜欢的 真像吗 你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 重要的人呢 一袭简约脱俗的套装 脖子上戴着很低调 只有行家才能看得出 架势部分的项链 又在下午时刻 点一杯高度啤酒 来缓解你等人时的紧张 这难道还不能证明 你等的人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吗 只是不知道 我等的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他一定是 能和你 如此不平凡的品位 和如此动人的美貌 相辉的 美酒配佳人 我叫雷达 我能请你喝一杯 原来雷达的口才 也是如此动人呢 看来您今天是有备而来了 面对如此佳人 我怎么能不准备呢 唐总 很高兴认识你 重新认识 这么风趣幽默 又有学识的你 我也很高兴